你绝对想象不到 职业选手的手速究竟能有多恐怖 梅元大无 是日本的一位顶尖格斗游戏选手 在04年的揭霸全球格斗大赛上 梅元就向全世界展示了一次 震惊游戏圈的极限反杀 在赛点局中 梅元一上来就被对手打成了残血 随后又被对手抓住机会 放出了春丽的超臂杀 凤一扇 这是一段15次连击的大招 空血的梅元哪怕只吃到一段 就会被直接斩杀 然而正当所有人都以为胜负已分的时候 梅元接下来的操作 却直接让所有人热血沸腾 要知道 在游戏中打出格挡 其操作是非常的复杂 更重要的是 凤一扇的判定时间 仅仅只有三针 而梅元就靠着逆天的手速 和稳健的预判 完美格挡了对手15次连击 在街上超臂杀撕血翻牌 造就了这场格斗游戏史上 最高光的操作